然後你看來了 長背心穿法 這個就是長背心穿法 然後跟我先上這個 看得懂嗎? 這是穿法一 這是穿法二 你就可以變成長背心 我跟你講 要是我去換那氣勢又不一樣 沒有假 可是他這樣也是可以 你自己出去玩的話 看起來很OK啊 你看他這時候有口袋就是對的 對 然後這邊可能就是要把它綁好 所以這邊要綁起來 隨便就這樣 因為我想要穿別的東西給你們看 看我身上這件也可以穿長罩衫 這件罩衫我也很推 超推 婉婷說這樣穿好看耶 哪樣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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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好看嗎? 我覺得都很好看啦 就是你不想露背法 你就穿罩衫 然後你也可以把它變成長背心 長背心 就一件兩穿 對 一件兩穿 買衣送衣的概念 非常適合 她穿的是黑色 有嗎? 想要看黑色的人 黑色真的超顯瘦 對啊 超顯瘦 比較保守的款 明亞跟Vivian都說 黑色好看耶 完全顯瘦 對啊 酒紅色也好看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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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在香港上網去買 現在都有優惠喔 她這一款真的很顯瘦 莫名的顯瘦 我覺得是質料有點 她質料她有點加上有點斷面 然後有點 她的質容重量 有垂墜感的問題 很脆 然後質料本身問題 版型也有問題 所以就是穿起來很瘦 每個都很棒 加起來就是會讓你很顯瘦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